你幹嘛在姐妹情深 不是他介紹 然後你又餵他 對啊 兩人聊起來 吃一下 好 後面還有熬熬帶補的溫 你吃了什麼 你已經嘴唇有點紅了 沒有 可是其實他真的不太會辣 對 微微的而已 微微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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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不錯 還不錯 謝謝微微辣小姐 謝謝蘿莉塔 微微辣 謝謝 莫德連續吃了這三個火鍋之後 其實現在有一點膩的感覺了 天廷哥是不是有一個 可以非常可以搭配的飲料 對啊 其實有時候我們 尤其是吃麻辣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一些有甜味 因為甜味可以解除 那個麻辣的那個辣味 所以就是我今天有帶一些 就是它有兩種 一種是口感比較綿密的 它是那種鮮奶跟那個珍珠 它的珍珠是用黑糖先炒過 所以你在嚼的時候 你要先搖大概搖個十幾下 搖完之後 那個珍珠粉圓會慢慢咬出來 越咬那個黑糖味會越出來 焦甜味 對 然後就變成一個焦糖奶茶 焦糖牛奶 然後另外如果你比較喜歡 清爽口味的話 就是它有一個黑糖的檸檬 然後就是檸檬的酸味會先出來 讓你吃的時候 如果是吃到飽的時候就可以開胃 然後之後甜味又回來 撫味那個辣的味道 真的 我來… 那都要哪一個 我當然是要就是第一個囉 一兩就濃的 對… 王姐姐要哪一個 王姐姐 我檸檬… 要搖十七下 謝謝 我覺得有點後悔 這個不用吧 就是搖搖搖 真的假的 你連搖十七下都覺得是一種運動嗎 你 不是 這個 要問我這個 好笑 來… 搖搖搖 你要哪一個搖搖 搖十七下是不是 這樣搖 這樣搖 你說我的是黑糖檸檬汁 對 看 我們都還沒喝 你一開始喝了 天哥的動作 天哥 關在前面 然後前 因為黑糖有底韻 跟這糖不一樣 這種低 多吧 對 其實就這種膠質的 黑糖檸檬汁 在下巴 OK啦 好酷喔 請料店 我喜歡 喜歡死 它上面還有 蜜蜂皮的碎渣 好香耶 請料店 對 好想喝 真的好 快點 換你囉 好 納豆 納豆 好高喔 等一下 怎麼清新納豆 我跟你講 我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珍珠耶 真的喔 好想喝喔 它的珍珠是 就像那個建州的那個 炒黑糖冰一樣 它的黑糖是整個泡在那個 真的很猛 它的黑糖 它的黑糖還不是說 裡面包的那種夾心 它是整個是散在裡面 因為它先炒過 對 它是跟珍珠炒在一起 炒在一起以後 還有泡在黑糖裡面 所以它完全入到珍珠的味道 因為我們平常吃的珍珠 是沒有味道的 這個是怎樣 你知道嗎 這就像是我們一般開的 那個賓士轎車 加上AM7 棒 Turbo 你知道嗎 真的 對 講這段只有飄心 你聽得懂囉 對… 我忘了 他真的是 他有錢人 他聽得懂 好厲害喔 真的好好喝 而且都黑糖嘛 對 黑糖 比較健康 而且這個黑糖是很正的黑 加一面雞就不一樣 對 黑糖 加一面雞就不一樣 黑糖很健康 家長不要再給小孩吃砂糖 拜託 好 我們來介紹下一鍋 小胖 好… 好了 繼上次小胖哥哥 介紹了高級燒肉 接下來要介紹高級的刷刷鍋 它這個是一個刷刷鍋 比較不一樣 跟一般的刷刷鍋不一樣的 原因是因為它是高級的 那種刷刷鍋 就是跟情侶去吃 也是非常適合 這一支它走的時代 全部都是高檔 它店裡面的特色叫鍋縫形 就是它旁邊都會有人在幫你服務 都會一直幫你服務 那也不會打擾你 然後會幫你撈 你可能煮完肉 會有那種鐵汁渣渣 它就都幫你撈起來 對 然後它的店裡面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每一季 都有每一季的當地食材 像例如說 它的牛肉一直都是高檔的 但是它會每季 像大概十一月的時候 吃比目魚季 比目魚季的時候 它就是一系列比目魚的食材 都會在他們店裡 厲害 對 好 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高檔食材頂級的成熟 開桌了 其實這一盤是叫去骨牛小排 這一盤是雪花牛 他們店裡面最貴的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牛肉 最貴的就是這一盤 天音哥 淘淘姐 你們可以先試刷試吃一下 去骨牛小排 對 兩位專家請 來… 這個肉 包包的一片 去骨牛小排 這個 碗要來 碗要來 來…碗要帶來 你看兩架就可以了 試一下就好了 好薄 但是這個厚度剛好 好好吃喔 然後他店裡面 還有很有名的是個芝麻醬 可以的 他這個芝麻醬 很常人就是拿來拌麵用 非常正點 還有天麟哥 天麟哥 一屑 然後你還滿常去吃的 然後它的高湯就是很 就是很簡單的那種高湯 青湯 柴魚昆布湯 那你就不要吃了 你常去吃 這樣啊 沒有… 好了 差不多了對不對 我們要吃 我的天啊 對啊 超美的 怎麼樣 王姐姐 好嗎 好 好 當這句好講出來的時候 來 天麟哥 如何 好的牛肉其實根本不用蘸醬 你就可以… 遠遠的你就可以聞到牛肉的香味 然後吃進來那個牛肉的香味 就在你的嘴巴 跟它的牛肉的脂肪 就在你的嘴巴化開 對 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 這連醬都不用蘸 好 好 我們也想要… 來 講話 來 陶子姐試一下吧 我來 這個沒有 來 納豆 請 多哥要蘸醬 這邊有他們特別的芝麻醬 等一下可以蘸 芝麻醬其實也可以蘸一下 對 他們店裡面的人就常常拿芝麻醬 去拌麵的 因為它芝麻醬還滿好吃的 還滿香的 都自製的 牛肉味好濃哦 牛肉的香味 本身的香味 很正好 這個不用蘸醬 而且它的湯底輕輕靜靜 對 你看 乾淨淨 雞骨去熬的湯底是不是 不是 它是昆布跟柴魚的高湯 就是要你吃到這個本身的味道 所以這個食材很好的東西 你那個湯底 像到北京吃那個蒜羊肉 羊肉餡切的 它那個湯根本就是白水 對 它什麼料都不加 來 要保有它那個原味 來 來 豆哥還沒吃 你剛剛吃 KEN哥還沒吃 KEN哥 你還沒吃到 來 KEN哥來 這怎麼好意思呢 真的有不好意思嗎 對 難免要講一下嘛 社會上面就是做人 單元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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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圍的有 入圍的有 阿KEN 內心系層次分明 宛如是勾搭的 不如錄片 哪一雞 這 哪一雞 雞 好爛喔 讚 好爛喔 你們因為這個 你因為這個沒辦法入圍 真的 沒有啦 我這個比較本土一點 不行嗎 這個版本沒有誠客的感覺 真的嗎 我完全不欣賞這次的演技 我想太多了啦 憲哥沒關係 憲哥沒關係 反正想太多 應該直接把情趣表達出去就好了 我一直在想 結果反而化石了天竹 這邊是任何問題 要吃 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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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他其實 他就是肉是高檔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他其實店裡面有很多選擇 他還有就是 他會有主廚特製的一些料理 例如說像比目 他就有比目的壽司 然後會有比目的生魚片 裡面有一些其他一些料 只是他主打的是小不小 但是還有一些就是日式的料理 會在裡面 我最近才得到一個訊息 就是比目魚跟蝶魚的分別在哪裡 在哪裡 就是眼睛 眼睛 眼睛那個蝶魚的話 是眼睛是偏右邊的 然後比目魚的話眼睛偏左邊 哪裡咧 真的 所以他們要去看電影的時候 要看不一樣的位置對不對 或者是 偏左的要去坐右邊那裡 不是 或者說他們一去看電影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合體 然後就變成一隻正常的魚 你們先告訴我 魚的電影約在哪裡好嗎 魚的電影 比起寶 你怎麼不知道 對啊 比起寶 好耶 每位蟹寶的旁邊呢 傻瓜 是 好 厲害啦 那有機會給同學嗎 當然有 但是我這個考題非常難 因為這個肉非常的貴 所以我要讓同學們去猜說 這個 去骨牛小白的肉大概多少錢 沒有 直接用寫的 直接用寫的 大家寫 人人都有講 人人有機會 我給你們 我給你們範圍好了 500到1500 然後自己去寫好不好 500到1500 對啊 好貴 一片啊 沒有 一份 一排一盤 一排 一排好貴 大概十片左右吧 差不多 最接近價錢的 一定是我 好 大飛淘汰 怎麼樣 大飛700淘汰 好 最接近的 是 憲哥 屁啦 什麼 憲哥最接近 憲哥寫多少 多少 899 正確答案是 8009 對 好 好 是 又是HANDS UP